记者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目前广东1300万亩藻稻稻已经收割超八成 今年广东多地通过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实现藻稻稻稻产增收 新宁是广东藻稻稻种植的重要产区 这段时间 当地32万多亩藻稻田金色遍地稻浪起伏 今年 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 这里的水稻种植户选用优质稻稻品种和种植技术 实现了减肥增产 今年我们自己种的水稻 全部是农业专家团队带来的品种和种植技术 整体展示非常好 产量估计比传统的能增加两成以上 在高州市的八角山村 今年当地合作社聘请了六名高级农艺师 在他们的指导下 新增种植的三个优质水稻品种不仅产量好 而且种植过程中更加生态 我们前前需要有剂肥种植 三个品种今年种植产量非常高 平均产量900斤以上 今年 广东各地农业部门因地质疑 一大批农业新品种和新技术 获得推广应用 为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 起到关键作用 目前 广东全省1300万亩早稻 已收割过八成 预计在七月底全部收割完成 4日20万亩 3日2600万亩 然后另外20万亩